講座,本身跟大家說不好意思,因為資料太多拍給大家,就遲了 還有不好意思,電腦很麻煩,拍的章出來都怪怪怪的 本身整來整去都整不到,不知道是電腦差,整不到齊整,不知道為什麼 但都沒關係的,都看到的 今天的講題是宋圓道家文化漫談,有賣的廣告 這季十月都有一個道家哲學概論在這裏開課 大家有興趣聽我的講座,大家有興趣的道家哲學這些議題 這些問題就可以報我的講座 那些日拍了沒有?那十份,那十五份那個 在桌面,可以了,在外面有課程無錄,大家可以拿出來看看 今天的講座是宋圓道家文化漫談,我會講一講宋末,原初的道家學理和歷史發展 我會講一講,我會講一講老子的哲理和宋末原初,尤其是原初興起的所謂全真部 其實有什麼關係呢?我這個講座會講兩點宋末有一個宮廷的道教出現過的 就叫做神宵派,神宵派是道教裏面的一個收父祿,收道術的宗派 他本身得到皇帝的信任,宋輝宗的信任,搞到最後,當然是烏煙瘴氣了 或是搞這些,多數是烏煙瘴氣的 我以前在這裏講座講過,凡是那些宗教,凡是不用宗教的哲理 不用宗教那種政治智慧,吸收治國,一尾用那些術,拜神拜佛的方法去搞 當然最後是慘淡收場的,歷來都不爽的,在歷史上歷來都不爽 不只道教,梁武帝奉佛,最後奉到亡國了 我講這些不是諷刺道教,我們是書長道教,不過是以史為鑑 愛道歷史都是這樣的意思,歷史不好的東西我們要有所警惕 好的東西要學習,在歷史上學習好東西,不好的東西要有所警惕 宋末跟著介紹一個比較,我第三點,金末元初的全真道的興起 大家看《射雕英雄傳》都看過,全真教,黃重陽,全真七子 但沒有全真教,全真不是一個教,是道教中一個甲新宗派 其實名字叫全真宗或全真道,不是一個全真教 當然戲裏有很多情節是虛假的,真的歷史我會跟大家交代 哪些是真的歷史,哪些是假的歷史,戲裏面那些有很多虛假 當然黃重陽是打得的,黃重陽是沒有舉人,是打得的 不過就不是那麼出神入化,什麼終神通,他是打得的 好了,我先講一講道教的哲理,一種道教的功夫論 道教功夫論其實是跟老子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在老子很多章節裏面,其實有凸顯道道教後的功夫論 什麼叫功夫論,功夫論是一個字號名詞,簡單來說是修養論 為什麼修養是問題,人怎麼修養變化氣質去達到一種終極的境界 就叫功夫論,或者簡單的叫修養論,不是Chinese功夫練功夫的功夫 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先看看第一點,第五點 跟著我看看老子第五十九章 《智人是天莫若識,夫若識是為祖福,祖福是為眾職德, 眾職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為心根底固長生久事之道》 大家不知有沒有看過老子,這張十個人有八個人的學者 都說這張是講政治的,但是如果純粹我把它全釋為講政治 這張是不通的,為什麼呢,很多老子的東西是望文生意去看的 很多學者不是貫穿整個老子的系統的學說去看的 是逐章可以解的,斷裂去解的,不是一個系統這樣解的 或者是望文生意這樣解的,望文生意去看實死,實了解不到的意思 因為很多哲學的東西,中國最好西方最好 它本身用那個字是在它的系統裡面有特定意思的 不是常識的用法來的,你用常識的用法 可能跟常識的用法是剛剛相反的那個字 譬如以前我在這裡講過,譬如在道教哲學以西方自由主義 那裡講過老子的張哲,如果聽過大家也知道 老子所說是愚,這個愚字不是說愚文令到愚蠢不是這個意思的 這個愚字其實在老子的特定的用法其實是甚麼 就是令到人是純粕的意思 不是愚蠢不是這個意思 好了,我們言歸正算 如果這一章我為何說它絕對不可以說是解政治呢 就是因為,我們來看看,其實解政治的人是亡文生意的 就是這樣說,可以有國,國就是國家 如果你可以有國根深底固長生九世,你又怎樣解釋呢 沒有一個國家你怎樣治好,一個國家沒有理由可以永恆的 哪有歷史上一個國家可以永恆千秋萬世的 千秋萬歲是口裡面是孵的,萬歲而已 事實上哪有千秋萬歲的,沒有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解釋政治這章就解不通,怎樣解釋呢 這些是我的意義去處理它 治人是甚麼意思呢 治理我們的身體,即是說修養的意思 符合天道,就為是天 莫若色,這個色是甚麼意思 色呢,就是以前的農夫收藏一些農作物 這個意思,要一種折劍,修煉,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裡是解釋呢,就是一種修煉或修養的意思 符合色,如果在道家道教來說 修養裡面的元精元氣元神 後期道教講得好,元精元氣元神 其實氣阿神這個概念老子他本身都有 即是這些,元者即是說本來的意思 即是元,這個三寶,呼為色是意義祖福 即是唯有,下面那裡寫錯了,唯有不是論色 唯有修養,修養,而節約心神才可以早早預備修道應有的條件 或是祖福,早預備修道的條件 實際是積累功德,當積累功德 修為重職德,即無不克,所以積累功德 以重重積累的時候,沒有甚麼不可克服的難題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到所有難題無不克服的時候 功德升華到一個無極的境界,就叫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這個國是甚麼意思呢,這個國不是地上國家的意思 其實這個國是一個形上國度的意思,一個形上領域的意思 其實簡單來說是天國,不過我不用這個意思